三菱其實在電影裡面 做的是行銷很成功的 近日的三菱也有不一樣的嘗試 台劇有沒有看過誰是被害者 轟轟烈烈又炒一次三菱 對 我們其實一路聊了 從韓劇到包含剛剛聊的電影 那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過去早期 我們國內在電視劇 當然會有一些新聞法規 置入的條款 所以沒有那麼明顯的車商能夠投入 但現在流行 已經整個是網路的這種看劇的時代 所以在Netflix 現在這個誰是被害者 這個影片中 我們就看到一樣是中華山林 她用的幾乎全車系的置入 那當然女主角 她這個扮演記者的徐瑋寧 她開的是這個Grand Lancer 然後另外她也有一個同業 她也是開的這個Cole Plus的小車 然後她扮演這個形式 真房車就是王士賢的這位演員 她開的則是Outlander 這台休旅車的車型 那另外我記得在劇中 還有一個藝術家 她開的則是Eclipse Cross 日式 所以算是Mitsubishi在這個劇中 全車系 投入應該想必是非常多的贊助 全車系都在這個戲劇裡面出現 給大家蠻深的一個印象 對 要說起來 現實生活中記者開Cole Plus 算適合嗎 剛剛葉敏德還在講 因為小巧刁鑽啊 但是市區好開 不是 因為重點是經濟啦 我跟你講 其實喔 經濟是什麼意思 經濟實惠就是錢真的沒有那麼好賺啦 就是你騎中內地 你可能買一台五六十萬的車 你都還要分期啊 我講真的啊 真的是這樣子啊 那你買一台Cole Plus 新的 全新的 它又有保固 那當然它空間不錯啦 但不要講性能啦 它性能真的不怎麼樣 但是你就是日常代步就好啦 因為它的價位 而且空間真的是很大 空間很大